新北市瑞芳国小的活动中心已经有25年以上的历史 建物市陆续出现了漏水、结构、军裂等情形 地平也老旧,学生使用起来危机四伏 经由教育部的协助经费和各方的争取下 活动中心内部整修已经在进行中 预计3月份以新面貌重现 瑞芳国小活动中心里尘土飞扬 还有机具正在开挖 内部整修工程正在进行中 主要是因为活动中心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 建物已经老旧 这几年陆续有漏水、墙面军裂等情形发生 而更夸张的是地面的PU早就已经破损不堪 学生和社区居民使用上安全堪忧 我们学校这个活动中心大概是80年左右都落成 那这期间当然有小部分的一个维修 那因为我们历经这么多年 有一些漏水的状况啊 还有我们地平都会凹凸不平 然后造成一些运动伤害 活动中心可以赶快建好 因为有时候下雨超长没办法练习 所以才要来活动中心练 这样才能每天练球保持良好的成绩 学生也表示 活动中心是学校除了操场之外 最重要的运动场所 学校为了改善环境加上各界协助争取经费 现在内部整修总算是开工了 也谢谢大家的帮忙让以后运动的空间更舒适安全 我常常在瑞邦国小的活动中心打落落棒球 所以我希望瑞邦国小的活动中心可以赶快建设完成 这样我们才有更好的环境可以来打球 透过教育部以及教育局的补助 也在我们柯智恩立委 还有林毅齐议员的一个协助下 我们争取到的这一笔经费来做一个诊件 那希望孩子在下雨天的情况之下 也有活动的空间 然后维持一个良好的一个运动习惯 瑞邦国小校长表示 感谢教育部及教育局 还有民意代表大力奔走 协助争取近200万的经费 要来改善活动中心漏水及结构补墙 还有地平重新铺设 期盼三月完工后 能给学生及社区居民更优质的学习环境 谢淳威 瑞芳采访报道